大家看看我後面廣闊的戶外空間 雖然這裡沒有器械、沒有線紙 但是或者我們還可以用阻力帶 頂、Babell 繼續我們的訓練 在有限的條件下 我會適當地指導學員怎樣善用Babell 去改善你的體型和強身健體 所以我們會繼續為大家提供一對一的戶外健身服務 由於這個情況未必是永久性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課堂每次最多只可以買兩堂 課堂內容除了有Babell的動作指導以外 亦都會因應你個人的情況 看看你會不會有裝備 提供適當的訓練程式給你 改善身形方面亦會給你少少飲食的建議 如果大家對於一對一的戶外健身訓練是有興趣的話 可以DM我們查詢詳情及報名 無論情況有多壞 我們都一定要繼續訓練 大家好 歡迎收看KOFGym家中瘦身訓練的Day2 相信大家看過Day1跟我們這個模式是怎樣訓練之後呢 今次就不需要再浪費時間和大家簡介了 但未做Day1的朋友仔 就可以去這條link看看 Caption也可以找得到的 今次都是一連四集的Day2 一樣繼續我們的全身式訓練 開始熱身先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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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先熱身先啦 以下下來的熱身我都會和大家一起做一些動態的伸展 讓大家可以更加容易投入狀態 第一個熱身動作是Inchworm加Push Up 是幫你拉鬆擴乘肌 和幫你的上半身肌群熱身 包括你的胸肌 肩甲骨和三頭肌 動作重點是你要盡量在爬前爬後期間 將膝關節鎖直 盡量就可以了 如果你做不到掌上壓的 可以選擇不做 或者是做膝上壓 預備好 3 2 1 開始 先试一 一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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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